在20多年前港台的电影市场鬼片当道 而由导演徐克所指导的《贱女幽魂》 更是捧红了来自台湾的美女王祖贤 而其实王祖贤从小就是高歌儿 曾经加入了篮球校队 15岁拍了人生的第一支广告 17岁拍了第一部的电影 当时他所演的第一个角色其实就是女鬼 同时也因此结下了女鬼的不解之缘 我们来看看王祖贤的故事 日日依山尽 王河祖败流 他有种奇怪说不出来的那种空灵的感觉 不公是这边 花空变的 他很像猫 让他很迷人 我们就叫做这种叫做艺人的特质 可是在现在的艺人的身上 很难看到这种特质 就是人家在讲你有没有那个明星的味道 包括了林青霞 张曼玉 关芝林 还有王祖贤看春是80年代港台四大花旦 其中王祖贤从影将近20年 演过了四五十部电影 1987年上映的《倩女幽魂》将王祖贤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把女鬼的角色 诠释的如此多奇美丽 我常常在跟他讲说他很像猫 然后也很像狐狸 他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 跟他讲话还是会被他吸引 他专注看你的那种眼神是 我想很难被抗拒的 诶 有人掉下水里了 诶 小心啊 诶 诶 你也小心啊 你不必慌张 我妹妹说些水性 她在细水呢 后来在这几年就是裴永俊崛起的时候 她这几年又把一些事业中心放在海外 那也陆续跟比如说台湾或香港的艺人接触 她曾经公开说她最想合作的两个女艺人 一个是林青霞 而且她直接就喊出名字是林青霞 那另外一个就是王祖贤 因为在她印象当中 这两个女生的美真的让人难忘 导演徐克塑造出来的聂小倩 经过王祖贤的诠释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颠覆观众对女鬼的刻板印象 没有亲眼鸟牙 不再劈头散发 王祖贤含情默默的无辜眼神 不知勾射了多少隐秘的目光 她是大家公认最美丽最浪漫 同时也是最多情的女鬼 当她专注凝视你的时候 我想大概没有人逃离得过 就是说逃离得过她的眼睛 你可能都会被她吸引住 可是她也不是故意的 比如说你跟她聊天 跟她在讲话的时候 她如果很专注地看你 她会把你看到有一点害羞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一个是她 一个是障碍 还有一个是钟楚风 还有一个是林青霞 这四个女生 孟雪 我们再也不分开 只怕相聚时日不多 她跟张国荣1987年所合作的 倩女幽魂 那是她等于是电影事业的 一个巅峰代表作 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 在日本 韩国 大家提到这个 就是华人旅行 就是台港的女艺人当中 大家第一个想到 一定都是王祖贤 倩女幽魂大卖座 带起了影坛 一窝蜂地跟拍鬼片 王祖贤也因此知名度大增 走红了亚洲各地 鬼片一步接着一步拍 简直是欲罢不能 这类鬼电影的故事内容 多半是描述一个 害羞内向的书身 迷恋了一个美丽女鬼 这个女鬼不但多情 而且善良 为了拯救男主角 不惜牺牲自己 尽管故事情节千篇一律 不过那时候的观众就是爱看 王祖贤和不同的男主角 演出对手戏 展现出风情万种的迷人姿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不一切 姐姐 该歇歇了 歇 小青啊 你看看你 都已经成人形了 有鼻子有眼了 怎么身子还死神烂散呢 你这么瘫着 怎么做人呢 模特的走路的话 是平等嘛 一直平等这样走 它是有点特别 它好像是会有点 连钝顿一下 就这样这样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讲的那种空灵 我觉得那个导演 为什么会讲 他有这种飘飘的感觉 你看他演那个青蛇白蛇 他跟张曼玉两个人在一起 他跟张曼玉身上 都有这种特技 他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这种人才是首选 他打坐啊 发傻呆呢 那干嘛挑他呀 他这种人朗朗实实 比较起来 容易相处 你看他们两个在青蛇白蛇里面 他们那种走路飘飘的 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两个女生走路 他们其实是不用脚踩在地上的 对可是你很难形容 可是他也没有 他这种东西不是故意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洁